她是唐朝顶流,让皇上三顾茅庐,让全臣脱削延没 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唐公主也对她一见倾心 她就是李白,大唐当之无愧的明星人物 而她的朋友圈更是庞大到豪华,多得现代人难以想象 那么李白的朋友圈到底有多豪华呢? 欢迎百度搜索李白人脉,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点个三连,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公元725年,24岁的李白离开属地,仗剑去国 一间要去远方开辟新的疆土 求是入世就是李白此行的第一目标 与大部分的诗人一样,李白虽形势豪放不羁 但内心深处仍是一个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热血青年 再加上一身漂亮武艺,年少轻狂的李白便将朝腾 当作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事业目标 但作为一个放荡不羁的游侠派诗人 在背上行囊行走中国之语 李白还有一个尤为重要的复仙任务 那就是发展自己的朋友圈 开元14年,图治襄阳时邂逅的孟浩然 就是李白遇到的第一个知名好友 虽然一生志在修道归隐 但诗文成绩不俗的孟浩然 还是让李白一见倾心 对于这位大自己12岁的诗人前辈 李白自然十分尊敬 而孟浩然独爱山水 不愿牵扯世俗的洒脱劲 更是让这个游侠派诗人如玉至宝 在得见偶像的信息下 李白提笔写下了对孟浩然独一无二的真诚夸赞 甚至在诗文中 李白还对孟浩然露骨表白 直言无碍孟夫子 只不过相对于他的频频示好 孟浩然却从未回事 以作表示 这也让他成为了李白朋友列表里当之无愧的赤顶聊天 相比于寄情于山水的孟浩然 公布侍郎贺之章显然成为了射牛李白的职场帮手 读完蜀道男后 贺之章惊为天人 不仅连连称赞李白 哲些人 更是将李白加入了自己的好友列表 公元742年 在听闻李白被唐玄宗招至宫中做客后 年余八十的贺之章快马加鞭 到驿站与李白饮酒作乐 到寄情处 两个人寄情作诗 毫不欢乐 但因为来时匆忙 贺之章并没有准备饮钱 等到帝小二前来催账时 贺之章痛快的将遇刺的金龟拿出来比账 这在当时传为佳话 能让四门博士慷慨解能 足见这个李白的三无青年的人脉之广 然而除去这些志同道合的前辈 李白在学生圈也同样抢手 就在李白风风光光 尽兴享乐人间时 还是个少年的杜甫 便对他方心暗许 这个时候李白的诗词天赋 已经全方位打开 而还未在诗词界流名的杜甫 在李白看来 只不过是个眼冒金星的谜地 公元744年 因冒犯高丽氏与杨贵妃 李白被刺金放缓 得知这一消息的杜甫赶忙前来与李白相聚 恰好在洛阳碰头的两人 完成了诗词史上太阳与月亮的相聚 在一起采草药练仙丹的珍贵时光里 杜甫对李白的仰慕之心 一日高过一日 仅近代可考的表白诗便有十余手之多 遗憾的是因为兵变 杜甫后来再也没有与李白相遇 这也成为了杜甫悲惨人生中 最耿耿于怀的汉氏之一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虽然没能与李白同行 但在两人的相处过程中 杜甫就为李白引荐了一个尤为重要的朋友 这个人就是高氏 离元相遇后共同的示意经历 让李白和高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不同于随性洒通的李白 出身于落魄将门的高氏 忠肝义胆 以维护王朝兴盛为己任 唐朝政变时高氏参与镇压 勇王叛乱成功 自此与支持勇王的李白结下梁子 而他在狱中对李白的见死不救 更是让两个人有一破碎 冷静务实的高氏 终于被拉进了李白朋友圈的黑名单 不得不说 李白的一生是洒脱思想与浪漫行为的极致碰撞 与其说他的射牛朋友圈是驱离而来 倒不如讲在漫漫人生岁月里 李白用自己的真诚与才华 征服了一批又一批同志之士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